那你說VOGUE的朋友大家好 拒絕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少女人氣的粉紅玩具Alice 每年到了這個時候 大家一定很多Party 餐會被壓 這些東西對人氣來說都是沒有的 常常我們只能自己在晚上 老公小孩都睡著的時候 自己一個人嗨 然後這個時候呢 就只有來一杯酒了 對於媽媽來說呢 要喝的東西一定要超過十度以上 那像我自己最愛的是美酒 所以呢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人氣的美酒妝 我們首先先從眉毛開始 這個是MAC的眉筆 它這種是削籤筆型的 我還蠻喜歡這種筆的 先從眉頭到眉峰 畫一個適合自己的形狀 那我們在畫眉毛 用這種類型的筆的時候 一定要很注意那個使用的力道 然後不小心一下太用力了 那個顏料就會黏在眉毛上 然後很容易變成一塊一塊的 那像這種筆通常都會附一個刷頭 從它畫的地方梳開 然後基本的形狀出來了之後 我們再開始加重它輪廓的部分 像是眉峰 那眉頭的部分我們先輕輕的帶過 因為我們想要讓它更有精神 就要搭配其他的商品 那我們把大致的眉型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要讓眉毛更有精神 然後這時候我會搭配染眉膏 這個是benefit的眉毛膏 那像這種產品的話 它會幫助你的眉毛眉流看起來更順暢 然後眉毛看起來變得更多更豐滿 然後你就跟刷睫毛一樣就是輕輕的刷在眉頭上 稍微定心你的眉尾 然後讓眉毛的看起來更流暢 那我們眉毛大致上就完成了 接下來呢我們就要先開始為眼妝做準備 那在做畫眼妝之前呢 我們先把眼妝做一個打底 就是把眼部的遮瑕先做好 那這個時候我會使用MAC的24小時遮瑕膏 因為這支遮瑕膏它非常水潤 然後遮瑕度又很高 所以就不怕說使用在眼周會卡細紋 那我們眼妝大概做完一個基礎的遮瑕之後 我們就開始來畫眼影紋 那很多人問說為什麼我們要先畫完眼影才畫底妝呢 那其實我們在畫眼影的時候很容易用眼影把底妝弄髒 所以那如果說我們先畫完眼影之後再上底妝 其實可以避免很多臉被眼影弄髒的困擾 那我們今天眼影使用的是HIMI的六色眼影 這個好像是荷茶色吧 那雖然說它裡面有副刷具 那基本上我們是沒有很愛使用它 就用自己的刷具好了 眼影的第一步我們先挑出一個底色 就是可以幫你的眼睛看起來不會這麼浮腫 然後讓你眼睛有一個鋪成的輪廓 那我們會選一個像一個中間色 這個顏色就是很剛好的顏色 那通常我會搭配一個比較這個形狀的閃刷 然後從眼尾開始慢慢點 然後往前往眼圖開始刷上去 然後再慢慢把它變開來 那顏色其實不要急 用一次要很飽滿的上色 我們慢慢疊色上去就好了 那我們把重點放在眼尾的部分 眼尾的部分眼睛 顏色都要比眼頭再深一點 下眼線的部分我們也會帶到同一個顏色 把它暈染開來 我們這時候不用怕說可能化太超過 看起來好像喝醉酒 因為我們等一下再上底妝的時候 我們會再把它遮蓋掉 接下來我們換第二個顏色 第二個顏色的話呢 我們會選一個比剛剛顏色還要再深一點的色 像是這一格 那這應該是這一盤裡面最深的顏色 有點咖啡色 那這時候會搭配像這種 這應該算是比較錐形的刷子 因為我們是要強調眼角的部分 所以要有一點角度 一點點的疊上去 色塊中間慢慢暈染開來 那我們的一樣下眼線的眼尾的部分 你要帶到一下 讓深色的部分看起來暈染得更完整 通常這個時候我還會順便做一個假臥蠶的感覺 因為我的眼型比較適合有臥蠶 那你們在自己畫的時候 可以自己選擇 需不需要做這個步驟 接下來換一個重點的顏色 那這個重點的顏色 其實這個顏色我蠻喜歡的 就是這一個 有點金黃的顏色 那這個顏色就有點像是我們的玻璃杯裡面的倒影 很漂亮 那這個顏色呢 我們就要點在眼睛眼皮中間的部分 從眼皮中間的部分開始 點下去之後 往眼頭慢慢暈染出去 一直到最前面眼頭最前端的地方 那除了眼皮上的光 那我們順便加強臥蠶的部分 這樣會讓我的眼睛看起來比較沒有這麼平面 那我們最後呢 會再把剛剛可能被金色吃掉的顏色再補回去一點 那我們眼影的部分就大概先這樣完成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畫眼線 我的眼線今天用哪一支 今天用Excel的CG03比較一個紅褐色的顏色 主要重點是加強內眼線 那因為我想要我的眼神看起來更成熟 嫚媚一點 所以我會搭配眼線液來加強我的眼尾 那這支是KISS ME的眼線皮 眼線這種東西真的是要多練習 然後多練習才會抓到最適合你自己的角度 那我們眼線的部分就完成了 接下來就是睫毛膏囉 睫毛膏我們一樣 一樣是使用KISS ME的 它這個畫是有點玫瑰棕色 那我們當然是要先夾睫毛了 我們在夾睫毛之前 睫毛夾一定要先擦一下 因為上面有很多層積已久的眼線阿 眼影阿 都會卡在這邊 那我們夾完睫毛之後 我們就趕快先來上睫毛膏 那我上睫毛膏的技巧就是你刷完一層之後阿 就先等待一下 然後刷下面或是刷另外一邊 讓它先稍微乾一點 然後稍微乾一點之後再刷上去 比較不會重複的結塊 根根分明的效果會更好 那我們睫毛畫完的話 眼妝也差不多80%完成了 因為我們之後還有底妝的部分 這個是最重要的 那不管你剛剛哪裡畫壞了 或者是畫凸出來的都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現在在用上皮狀的方式 把剛剛突出的地方都修掉 那我們今天用的是 外秀很久完美如小阿 粉底一把 要記名真的難 那為什麼會選這一罐呢 因為這一罐還是我覺得就是以持久度最好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出去派對阿 還是去玩阿 我覺得這一罐還是 是我的第一選擇吧 那我們大概幾個兩坨 那通常我畫底妝我會先用刷具 大家記得一定要上隔離喔 臉頰的部分 找出去 那如果說你像用這種有鈴有角的 或者是扁刷的刷具 你都可以順便修飾我們眼妝突出來的部分 那我們刷具畫一個大概之後 我會再用大概用沾濕的美妝蛋 再把可能不均勻的地方拆開來 讓底妝看起來更自然一點 那可能順便我們一定還有剩下 然後再來可能就是像我臉頰很容易有雀斑 就稍微再加強一點 那畫完底妝之後呢 我會選擇先上我的修容 修容的話就是讓你的臉看起來更瘦更立體 那通常我用的都是這一塊 K1 Upcoin的修容餅 它的顏色很適合化我們臉部陰影 一般的膚色都適用 那我們先從鼻子開始 我們在修容我覺得鼻子最重要的話 就是鼻頭的部分 我們要先做一個 假裝鼻子看起來 鼻頭尖尖的感覺 那再來就是 讓鼻子看起來比較細 那我們不要畫很直的一條線 我們要把那條線也稍微暈開來 看起來比較自然 要稍微加上一點點在 眼睛跟眼睛這個凹洞的地方 那如果說你真的不小心畫得太深了 那我們就用剛剛的美妝蛋 直接再壓一下 那這接下來的話 我們是做臉部的修容 那因為這一塊其實它的價格很高 如果說你拿來做修容的話 可能會有點心痛 所以那我們通常臉部的替代品 我會使用這個 這個是SALONE的修容3號 那因為它的價格還蠻清明的 所以你就算大量使用你也比較不會肉痛 那時候會搭配一個KAKUKI的 比較鬆散的有形狀的刷具 通常會先從下巴 讓下巴輪廓線看起來更明顯一點 然後不要有點小臉的效果 那也是一樣 你不要下手太重 不然就會變得落腮 那再來就是 有些人喜歡就是臉頰看起來 比較有凹陷感 就是看起來臉比較瘦一點 然後我們加動在這個部分 然後往上拉 那有時候我們可能喜歡頭髮整個綁起來 那我們這時候髮液線這裡也可以稍微加強一下 底妝接下來的部分呢 我們要用遮瑕跟修容一起處理 那這時候呢我會使用遮瑕 這應該算遮瑕蜜吧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遮瑕蜜 如果說你對遮瑕很不在行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去買一支遮瑕蜜 然後遮瑕蜜的話 就是你只要點上去 輕拍開來就可以使用 你只要去買一個比你膚色 再淺一點點顏色 你就可以同時達到修容跟遮瑕的效果 那這一支 我通常呢會點在 比如說最容易看起來凹陷的 眼睛下方 那我們一樣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的範圍跟用量 然後鼻子正中央 然後我們希望讓它看起來是 烹潤的位置 大概像這樣子 然後呢一樣 看你用小顆的大顆的美妝蛋 拍開都可以 那我們也可以用剛剛的遮瑕蜜 稍微用一點在手上 然後搭配遮瑕刷 然後修飾一下 比如說我們眉毛 可能沒有畫好的部分 讓它看起來 形狀更俐落一點 接下來這個部分呢 是我覺得 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因為一張臉如果上了腮紅 就整個會變得很不一樣 那我們就是來用 我們今天要用的腮紅 這一塊是NARS的Luster 它的顏色它不是全無面 它是有點帶金粉的感覺 它用起來的效果 它用起來的效果 很像是有一種 太陽下的 夕陽下的沙漠吧 一樣 不要太下面就是臉頰 這個區塊 不要再 不要超過鼻翼一下 慢慢的刷上去 然後這裡最終用在眼睛下面這個部分 部位為主 然後其他地方都是慢慢刷出去 它因為本身就已經有帶亮粉了 所以它在眼部上的光澤會看起來很美 因為我們喜歡那種微醺的效果 所以我會在比如說鼻頭跟三根的地方 都再加上一點腮紅 不要太多 太紅太多 使用太多 你的鼻子會看起來像顧 那我們接下來就開始做定妝 那我們今天用的蜜粉是羅拉蜜絲的 比較什麼我有忘了 它這個是迷你版的 蜜粉的使用方法有很多種 你可以用刷具也可以用美妝站 那如果說我們只是想要 輕輕的定妝而已 我們不想要讓臉部失去光澤 我們使用一個比較閃的蜜粉刷 比如說先在容易出油的部位 掃上去 然後就是還有毛孔粗大的部分 通常在蜜粉這個步驟之後呢 臉部的質感就會看起來又好很多 在臉上我們還有一個最後最後一個步驟 那就是打亮 然後我們在這種你知道 充滿歡慶的節日時期 一定要有打亮這個步驟 不會讓臉看起來你知道 很像女神一樣在發光 那我們今天用的是羅拉蜜絲的 這個打亮盤的話其實是去年的 但因為它顏色今年沒有出 這個顏色太美了 我們要給個看起來很像那種蜜糖的 蜜糖的打亮色 高光的部分呢 打在我們就是最容易 最容易發光的那個角 就是這裡全部 那我們先慢慢的鋪上去 那如果你喜歡的話也可以在比如說 眉尾的部分這個地方 加長一點 好我們鼻子想要看起來更挺的話 我們可以在鼻頭到三根的地方 來稍微加長一下 但鼻子不要太多 用太多 會看起來有點突兀 但臉就沒差 我們就是要臉看起來爆亮的 自己就是聖誕樹上的燈 然後臉頰的部分就大概這樣完成了 那最後呢 我們就來選一個最適合的口紅 那我們今天選的顏色呢 我選了這一支 Bobbi Brown的 顏色是有點那種蜂蜜酒的顏色 那我是通常我不喜歡 在畫層膏的時候我不喜歡把它畫得太滿 我喜歡先從中間開始 再把它暈開來 用刷具把它暈開 其實你也不一定要用刷具 如果你有比如說用手指 那手指比較容易凸起 你也可以用棉花棒 放完唇膏 那我們的妝也大概完成了 今天這就是我們的藝人派對 對 家庭主婦才沒有 媽媽 我愛吃 家庭主婦才沒有什麼聖誕派對 我愛吃 連聖誕書都不敢買 好啦 你要說你愛我 來跟大家說掰掰 來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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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包拿來 福玉 紅包拿來 Good Good job 馬拉幫你盛起來